我叫王浩雅,來自於台灣台北 13年來的大陸,在球場上任職投手跟遊擊手 那時候就是有一個台灣人在北京 然後他跟我講說,我有沒有辦法幫他招台灣生來這裡讀大學 我去跟他們講看他們有沒有這個意願 所以當初也問了好幾個學校 後來他們就是名額就只有12個嘛 所以很快就招到12個,到最後變成第一批只來8個 當初是音樂機會在我們教練推薦下 說這邊大陸有個機會 對我而言是一個陌生的環境的地方 然後我問我家裡,他們其實挺支持的 因為我的一些爺爺什麼的,其實還有一些親戚在這裡 他們就很支持我說,那你就過來看看這間環境 他們也來過,我父母來過 他覺得這環境是不錯,可以來挑戰看看 可能是因為在學生時期就一直在兼職 對於交小朋友這方面就越來越有興趣 然後其實在畢業前,機構就聯繫我 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就畢業之後 甚至在他們這邊做工作吧 對,然後我那時候也回台灣 考慮了好段時間 因為畢竟要理想背景 主要是環境木頭 在台灣的環境就是校隊體系 就是比較固定模式了 就是為了打專業啊,打競技 然後可這邊的方式是不一樣 很多孩子就是,真是為了喜歡啊 打那麼多的棒球 我覺得棒球真的是一件很好玩的運動 然後希望讓更多人更多人認識這項運動 跟喜歡上這些運動 從一個球員轉變成一個要當一個教練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我以前打棒球我是很開心很快樂的 對,但是在教球的時候會 會遇到很多煩惱 就為什麼這個孩子不聽話 為什麼這個孩子教了老半天 他就是不懂,他就是不能理解我說的話 可能有時候我口音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他的技術領性沒有到那麼精深的時候 我就可能需要一個調適過程吧 因為當球員的時候不用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我知道我強,我厲害 我就肯定這位置是我的 但在這邊的時候很多孩子 你就開始要考慮的是我要如何調度 我要去安排上下場 我如何去打贏這比賽的那些挫折 我覺得我跟他們最大元講的就是發展 我覺得在這邊的發展 棒球發展來講比台灣的市場還要大 對,然後我就很簡單說 講說等你們退休了 我在這邊發展好了 你們想過來看我接管 幫你們接管也行 最希望最希望的目標 還是自己做一個俱樂部 我覺得有時候還是理念東西吧 就是還是我想把一些棒球最單純 最純正的事情傳給孩子 如果說可以的話 不要就只有人家的培訓公司當教練 如果說可以的話自己來搞 那如果說剛好有認識的朋友或是同學 他們想做這個培訓公司的話 他們就可以跟他們合股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把自己的事業再往上一層樓 對 今年自己創立了一個棒球俱樂部 目前小孩有大概30人到40人左右 今年2023年參加了中國棒學的U12比賽 然後得了優勝組第三名 也是認可台灣的棒球水平 對 然後就希望找台灣教練 像之前朝陽區 其實暑假才剛來一個台灣的教練 我們同學 學弟的同學 對 加上在朝陽區隊裡面幫忙帶比賽 帶個訓練 其實我覺得是今年來講 棒球比賽特別多 U10、U12、U8、U15 然後再你看之後亞又會 在紅州又有棒球 對 然後之前在威海的時候 有25的亞洲杯 對 其實對棒球的氛圍 今年國際賽事特別多 除了這些國際賽之外 今年辦了不少的海峽兩岸交流賽 我有好幾個 甚至同學 學長 其實都有帶隊來這裡打比賽 對 所以他們是有 不斷的時候看 在跟他們聊天 他們發現 原來在大陸棒球現在發展這麼好 原來跟他們之前沒有接觸過差很多